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编号为1003的课程编号改为什么呀 是不是改成什么呀 是不是我是1003 然后呢 把它的成绩改为什么呀 是不是改为98对吧 以后在这的话 也就是说看到这个题 还是我说两点对吧 第一点是不是先找我们说 是不是set后边要更改的列对吧 更改列找到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看看 在第二步我们说看看 是不是提上有没有什么限制条件啊 对吧 也就在这点啊 根据这两点我们来看这个题啊 第一步啊 我们来看啊 有没有需要更改的列 或者如何去更改啊 我们说第一个要更改的是谁呀 是不是把课程编号 对吧 把课程编号改为什么呀 是不是改成我是1003对吧 然后呢 这个说的话 我们说是还有没有要改的呀 是不是把成绩改成什么呀 是不是改成98 这是我们说是不是要更改的两个列啊 对吧 更改这两个列的话 有没有限制条件啊 是不是把编号是谁的啊 是不是把编号1003的 是不是把这些列 是不是才进行修改啊 其他的我用不用管啊 是不是不用啊 对吧 我们来写下这个题啊 Ctrl C Ctrl V Ctrl V 把这下来啊 我们来看啊 先写上我们的关键词啊 我们说是Update 对吧 Update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Site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 Well 对吧 Update 我们说是更改哪个表啊 是不是成绩表啊 对吧 我们的成绩表啊 更改成绩表 然后我们说更改成绩表哪些列呢 我们说第一个是谁啊 是不是课程编号 对吧 课程编号的话改成谁啊 是不是我是1003 对吧 然后这说的话 我们来看还有没有啊 是不是有啊 是不是还有成绩改为什么啊 是不是成绩改为98 我们说这说的话 大家去注意 我们说如果你更改多个列的话 我们说列一列之间 用什么隔开啊 逗号 对用逗号隔开 我们说是不是成绩 然后的话是等于 是不是98 对吧 等于98 然后的话我们说啊 办哪些人呢 列 把这两个列改完呢 我们说是不是还有一个限制条件啊 我们说是课程编号 等于什么呀 是不是等于 等于我们的啊 1003的啊 成等103的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啊 分析 然后执行走 几行声响啊 是不是两行啊 对吧 这说的话我们再查看一下啊 走 你还改了没啊 是不是改了 对吧 你看成绩都改为98 然后的话 是不是课程编号都改为 我是1003啊 我是1003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我们说一次更改多个列的一个情况啊 大家记清楚 我们说如果一次更改多个列的话 我们说在set之后 我们说列一列之间一定要有什么隔开啊 对啊 逗号隔开啊 逗号隔开 如果有条件的话 直接再写上我们的 Ware就可以了啊 想不到Ware就可以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这个例题啊 这样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个啊 再来看看例题啊 我们看啊 你看 更新课程编号为1001的行的同时 你看更新什么啊 同时更集编号为1002的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说的话 我们说是要更新 我们说条件的话 我们说是几个条件啊 是不是两个了 我们说第一个是不是要求是课程编号是多少啊 是不是1002 第二个要求是干什么啊 是不是课 是课 叫什么来着 班级编号是什么呀 呃 这应该是课程编号啊 这儿的话应该是什么呀 是不是课程编号 不应该说是班级编号啊 这个是课程 课程编号啊 课程编号为1002的行 也就是这个说的话 你看我们说是需要用到了多条UP预计 因为你会发现这两个条件一样不一样啊 是不是不一样啊 一个是课程编号等于多少啊 是不是1001啊 对吧 还有一个课程编号是多少啊 是不是1002 也就是说条件我们说 如果更新的行 我们所说条件不一样的时候 大家来看啊 这时候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说是不是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我们说是分开来写了啊 分开来写了 你看这个啊 咱直接来看这个语句吧啊 你看第一条语句我们说更改的是什么呀 大家看语句给我一个结果 那课程编号为1001的成绩改为80 办什么呀 是不是办啊 课程编号为1002的 是不是成绩改为多好啊 是不是改为89啊 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第二个啊 来看第二个 我们说语句是什么呀 是不是办我们的课程编号为1002的成绩改为多好啊 是不是88啊 你看这个说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每个条件和每个我们说更改的列的值 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啊 对吧 你既然不一样的话 我们说能不能写在一起了啊 是不是不能了 这个说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要去分开来写了啊 也就是说也就是这句话 你看需要用到多个updata语句啊 为每个单独的条件啊 为每个单独的条件去编写啊 编写我们的updata语句啊 因为我们所说是不是每一个条件啊 我在这儿啊 给画出来啊 你看是不是每一个条件他所更改的值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1001你看他改的是谁啊 是不是89啊 对吧 然后1002的话你看他改的是谁啊 是不是改的是88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细节啊 也要去注意啊 如果我们所说条件不统一和更改的值也是不同意的话啊 一定要记清楚分开来写啊 分开来写啊 如果啊 如果条件不统一啊 如果条件不统一 更改的值也不一样啊 我们说是分开来写啊 分开来写 这样一句话啊 如果啊 如果条件不统一啊 如果条件不统一 更改的值也不一样 如果条件不统一啊 更改的值也不一样 分开来写啊 分开来写啊 如果条件不同意啊 更改的值也不一样 分开来写啊 分开来写 咱来写一下吧 行吧 我们把这个啊 我把这个也可以粘出来吧 大家下的时候直接可以去下载下来 也能看得到啊 也能看得到 Ctrl V 重时更新 这是 可以吧 行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时候的话 我们来写第一条 我们说是更改 我们说是1001 是不是成绩改为89啊 对吧 我们来看啊 我们说是update 然后的话 咱先把框架给写出来啊 set要不要写where啊 是不是要啊 对吧 我们说问啊 update我们说更改哪个表啊 是我们的成绩表 对吧 更改成绩表的话 我们说set 我们说是改什么呀 是不是改成绩的 对吧 我们说是把成绩改为多少啊 是不是89啊 对吧 这是成绩是什么类型的 好像是不是字符串类型的 对吧 字符类型 然后问我们说 把谁的成绩改为89啊 我们说是不是课程编号 对吧 我们说是课程编号等于谁啊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1001的 对吧 我们来看啊 这时候的话分析 没有语法错吧 只想走 是不是两行受影响啊 我们来查看一下啊 我们说是select的 然后的话是新 然后form我们的 是不是成绩表啊 对吧 成绩表 然后走 改了没啊 是不是改89 对吧 我们说第二个 是不是改的是1002 对吧 我们说是update 然后的话set 然后的话我们的well 对吧 update的话 我们说还更改的是 我们的成绩表啊 成绩表 然后set的话 我们说是 是不是成绩 然后是等于多少啊 等于88 对吧 然后好吧 谁的成绩改为88 我们说是课程编号 等于多少啊 是不是1002的啊 对吧 然后走 这时候我们先来看会改几 会改几列啊 而会改几行啊 是不是两行 是不是一行 两行 是不是这两行 对吧 咱直接执行了啊 走 再来去查询一下啊 执行 是不是改了啊 对吧 是不是改成我们的88了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啊 在更新语句的时候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啊 注意的一个问题啊 也就是条件不同意 更改制不同意的时候啊 一定要分开来写啊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个例子啊 将计算机系的全体学生的成绩 加5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大家看到这个题啊 如果啊 先不要看下本答案的啊 如果给你这样的题的话 你会先去怎么去考虑啊 是我们说先从大的框架 是不是还是从我们的update出发 是不是来考虑啊 对吧 update set和我们的well 对吧 这时候的话我们来看啊 首先找要更改的值 对吧 或者更改的列 我们说要把谁进行更改啊 是不是成绩 是不是进行更改 成绩干什么啊 是不是加5 原来至于我set后边 怎么去写啊 是不是成绩等于成绩加5 对吧 这是set后边出现的一个值 然后我们说办哪些的学生 给成绩加5 我们说有没有条件啊 是不是有啊 我们说是不是要想well 我们说是不是计算机系的 全体学生是不是成绩干什么啊 是不是加5啊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说啊 在well之后我们就要考虑了 你知道计算机系的全体学生有哪些吗 不知道 是不是不知道 不知道的话 原来至于的话 我这部 我在调研当中的话 我是不是要把谁给查出来啊 是不是计算机系的全体学生 是不是给查出来啊 对吧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我们说在条件当中去签到查询叫做什么啊 是不是自查询啊 对吧 我们说这部的话啊 要用到我们的自查询啊 我们来看把这个题给复制出来啊 咱来去写一下啊 横超为啊 我们说啊 将计算机系的全体学生啊 给查 给成绩加5啊 我们先把框架给写出来啊 update 然后的话我们说set 是不是还有的一个是我们的谁啊 是我们的well 对吧 update呢 我们说更新哪个表啊 是不是成绩表啊 对吧 这个 他这个是用的是哪个表啊 是不是sc表 那咱细别是在哪个表里边 这里边是不是没细别啊 没细别的话 我们说只能这时候切到哪个裤里边啊 是不是sto裤啊 对吧 yous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student 是不是切完这裤里边啊 对吧 我们先切换过来啊 因为细别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只有这个裤子 我记得是不是student的表里边 是不是才有啊 对吧 是不是细别在这呢啊 我们切个裤啊 update 然后的话我们说更改哪个表来着 是不是成绩表这个里边是谁啊 是不是sc啊 对吧 更改sc表干什么呢 我们来看啊 把sc表给展开啊 sc表展开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把我们的grand 是不是在原有的技术上干什么啊 是不是加5啊 对吧 我们说是grand 然后的话我们说加 是不是加5啊 对吧 加5之后的话 办哪些人的成绩 给加5啊 我们说是不是计算机器的全体学生啊 对吧 也就是说Y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要找条件了 我们说找谁啊 是不是找计算机器的全体学生 这时候的话 我们系别是在哪个里边啊 是不是在这个student的表里边 对吧 我们说从student的表里边 我们来看啊 怎么能和我们的sc表 他们之间去建立一个关联呢 你会发现的话 我们说都有一个谁啊 是不是都SNO啊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通过系别 是不是找到学生所顿的啊 什么呀 是不是SNO 是不是学号啊 对吧 找到学号之后的话 我能不能去推导出他的成绩啊 是不是可以了 对吧 也就是说在这儿的话 我们说啊 我们说是不是在这外 我们后边小案子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SNO啊 对吧 我们说哪里是不是印 然后我们说是不是括号给括起来 接下来我们说是不是在括号里边 我们说是不是要写我们的子查询啊 对吧 也就是说是不是查询 我们所说是slack的 然后form 我们再给他一个will 对吧 will好像form从哪表中去查啊 是不是student的表里边 是不是去查 对吧 你看这个书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个问题啊 我们说条件是不是要的是什么 我们说是不是就查的是什么呀 人家要什么呀 是不是SNO 那我是不是就查 查SNO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查SNO 查哪些学生的SNO呢 有没有条件啊 是不是系别 是不是sdpt系别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什么呀 是不是计算机系的呀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这个条件 或者这个提的一个答案了 对吧 也就是说啊 我们说更新我们的sc表 更新sc表干什么呢 是不是成绩 我们说是不是加5啊 对吧 把哪些学生的成绩加5 就是SNO 是不是学号在 是不是我们所计算机系的这些学生的成绩 是不是加5啊 对吧 这是不是这提的一个答案 咱俩走 分析 没有语法错吧 只想走 是不是5行受影响啊 对吧 哎呦 之前是不是没让大家来看原表啊 对吧 那我再执行一次行不行啊 是不是行吗 咱来走一看啊 为让大家看清晰啊 然后走 执行 是不是5行受影响啊 对吧 这应该是不是有超100多分了 对吧 执行走 应该是不是加上了 对吧 也就是说 你就看第一个是不是叫 第一个是不是原始的 是不是95分啊 对吧 这说的话 我们说啊 对他进行一个加5的啊 加5的一个操作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 也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啊 子查询啊 子查询去嵌套在我们的 Instagram 叫什么来着 Update当中 对吧 大家想想 当时我们说 讲子查询 是不是他 是不是适用于我们这四个关键词啊 对吧 一定要记清楚啊 然后多表连结的话啊 留给大家来做啊 留给大家来做啊 然后的话啊 这个时候的话 大家把这几个啊 把这几个给练一下 然后把这个T啊 第二种方法啊 留给你们啊 留给你们 我解个评啊 那个啊 这个叫什么来着 滚档啊 直接 原码直接下载就可以了啊 T就在我们的原码当中去保存着的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